Hello 歡迎大家又來到鬆仔和鬆太的頻道 今天我掙扎了很久 究竟我應不應該拍片 但反正都是坐在那裡的 所以我決定繼續拍 因為事源是這樣的 大家有記憶的話 鬆太不是兩三個禮拜前病的 但其實鬆太已經康復了有整個禮拜了 差不多了 四五天最起碼 是啊 我今天才來病 這隻病毒是神經病的 我覺得 我是未試過 即是未試過有一隻在家中招 是會跟上一個病的差那麼遠距離 所以現在我肯定 你上次病就是由那兩個兒子來傳染的 過兩個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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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兩個病了那兩個兒子 一病了就是過兩個 是啊 如果是你的問題就是你那兩個兒子 是這樣的 做爸爸一定是這樣的 贏了什麼冠軍的我兩個兒子 這個稱呼的重要性 嗯 那那兩個兒子呢 病完了大概一個禮拜之後 你就病了 差不多 我也不相信是他傳染給你 因為覺得隔太久了 是啊 現在到我了 為什麼我知道是鬆太給我的呢 因為那些病徵是完全一模一樣 還要 我想我自從上一次COVID之後 我未試過手軟具現得那麼嚴重 你就算上次COVID也沒有那麼嚴重 我覺得 還有很有趣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中過 我看到上次你病的留言下面 很多人說有你的病徵 就是我現在自己感覺到了 我不用問你 我自己可以解釋到這病徵 是不會喉嚨痛的 是不是沒有喉嚨痛的 沒有啊 是不會流鼻水的 沒有啊 就是你一概感冒會有的那些是沒有的 只有腰酸骨痛和化冷 兩樣東西 你沒到胃痛而已 還有那個胃是長期呢 好像腸胃炎那樣 一堆東西滿的 隨時想吐出來的那種感覺 嗯 這三樣東西很明顯 你沒瘋啊 我剛才感覺到一點了 我拍完我就會去瘋的 你放心 那鬆太好咯 那就可以有一個星期去減肥咯 我都知道的 就是我現在擔心的不是病 通常病這些那麼嚴重呢 都是一天兩天 但是我看到鬆太是七天 那我就知道了 我接下來起碼還有六天要喉 明白為什麼呢 這一種病毒呢 沒有在新聞裡面有廣泛報道過 因為那些病徵和普通感冒 是有很不同的地方的 就是有什麼理由是專注 專注在你的腸胃的喔 你說你剛好進去搶 所以你有事就或者 但是現在不是的 我們四個人都是同一樣徵狀 嗯 就是擺到明就是功那樣東西的 是啊 還有它又不喉嚨痛 又不流鼻水 又不咳 又不咳 根本就不是普通的感冒 我自己覺得我這麼多年 病過這麼多次 我從來沒有試過 我沒有試過胃那麼痛 從來沒有 很辛苦 那個胃真的很辛苦 大家有沒有留意 你們有沒有一些 我們有個朋友 Raymond的老婆 剛剛也是中了這一隻 她還在康復著 是啊 也不會是她傳給我 因為她在香港中的 她在香港中的 隔太短時間了 一定是鬆太那裡惹過來的 但是怎樣才惹到 還有潛伏多久呢 這隻病我覺得 比上次COVID 上次COVID 我也沒有那麼痛苦 如果大家有跟我 Exactly一模一樣的症狀的話 那就恭喜你了 暫時來說 應該是無藥可醫的 應該不會空氣傳播 傳播不到給你 我有吃 上次有人 醫生介紹的 就是Galviscon 但是我吃完 跟沒有吃是沒有分別的 你說要吃藥水那隻才有用 是 我等了進口裡之後 我沒有辦法吞到 真的好難吃 吞不到 我要滑多一口水 混合一次 就這樣黏著 我完全沒有辦法吞到 所以Panador其實也沒有用 因為我沒試過病 是Panador是完全沒有效的 這隻很厲害的 你吃了跟沒有吃 是完全沒有分別的 Anyway 講回今天的新聞 昨天有講到 非常嚇人的標題 有幾十個 Metropolitan的警察 是將他們的槍械交回 給軍火部 就是將Permit交回去 說我不再拿槍執勤了 然後就說 這個政府的軍隊 是需要介入的 In case不夠人上班 他們就要出來維持治安 那今天呢 那件事就下午越演越烈 但是晚上就峰回路轉 怎麼樣呢 就是下午的時間 根據BBC的報道 是有超過三百個警察 將他們的Permit交出來 三百個 三百個 而全個Metropolitan 只有二千五百個 握槍的Police 是 握槍的警察 二千五百個 有三百個交了 Permit出來 那就是 八分一 大概八分一 那所有的軍人 就在那裏stand by In case要做 就是要執勤 但是到晚上 旁晚吃飯時間呢 又出來 又商量了 那三百個警察 又拿回Permit 即是說 他們over the weekend 是 就有三百個是 on off 這樣離開了 它的崗位 是 但是經過 一個weekend的考慮之後呢 那現在有大部分 著了有七八成的都回到崗位了 那就已經救人 就不需要 要軍隊介入 抹一把冷汗 那起碼 現在那個問題 暫時解決了 但是你不排除 如果那個 審訊中間出現了 一些事情 是被我們外界知道的 或者他們覺得 有不公平的地方 會再引起一個衝突 或者是他們之間一個 一個行動 因為 不單止是警察 你還有那些黑人社區 如果他們發現 即是判 沒有罪的 沒有罪的 那黑人社區的反應 可能會很大 是 然後警察也會 跟他站在一個對立面 是我們在英國 絕對不想見到的事 大家都知道 會發生什麼事 站在對立面的話 所以這一個 是他們非常小心去處理的 好了 第二單 就要講一講 今天基本上 全部新聞的頭條 都在講的 就是關於這個HS-II HS-II 大家都知道 英國的高鐵 政府是有意 將它scrap的 但是上一次 我們提及的時候 政府不是出來強調 這些是 speculation 而已 我們沒有講過 會scrap 不要冤枉我們 我們一天未公佈 一天未公佈 一天未公佈 一天都不是scrap 但是 原來內部 發現就是 Manchester那邊的NP 問極 都問不到 政府究竟 他是scrap 還是不scrap 完全沒有聲氣 怎麼問都不答 外面那些報紙 怎麼寫 政府一概不回應 那就令到別人覺得 更加認為 它是scrap硬的鐵路 是 但是現在呢 因為有更加多的資料 還有造價的數字 出來了 就令到我們看那件事 又有少許變化 因為本身我就覺得 如果你說你建了一堆 然後你突然間 scrap一部分的話 其實是沒有用的 是啊 即是你變成一個 大白象工程 你只是由倫敦的外圍 去到Birmingham 那有什麼意思呢 Birmingham去倫敦外圍 現在很缺火車嗎 現在不是缺火 我們是直接進到Santral的 OK 我們現在有直接進到Santral的火車 不回答 我不用了 哎呀 高鐵都好像挺快的 一於去試一下 我是喜歡去倫敦外圍 再自己駁車進去 你吹什麼 不會的 你沒有可能做這件事 所以就變成那一段 根本是沒有用 但是現在呢 仍然堅持要興建那一段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呀 原因就是永遠都洗濕了個頭 我應該是喊得最多是那一段 回不了頭 因為整條line的磋型都出來了 那些地買了 那些infrastructure做了 地基打了 是啊 那你起到一半 你現在不起那怎麼辦呢 不用拆 你最掙扎就是那個位 究竟行還是不堪 好像我們上次行山那樣 行到一半行山 是啊 上一次我們去看那個 飛機的遺跡在Peak District 那就是走了半個小時之後 才發現原來還有半個小時才到 那前面有一半 後面有一半 但是上面又下雨 那就exactly好像他那樣 起了一半 接著那個cost又跪了 那但是他究竟走完它 弄完它還是不弄完它呢 我們最後選擇走完它 然後蠢了 原來要走三個小時 哈哈 那一段要走多一個多小時才到 是啊 是啊 他現在面對exactly同一個困境 嗯 他再走那分鐘給多更多錢 我預計不到的 是啊 但是他不走呢 他知道他虧多少錢 但是現在帳面上看下去就是 他走與不走 他都是虧這麼多錢 是 但是那個矛盾就是什麼 如果我不走 我就什麼都沒有 我什麼都拿不到 是啊 我走的有機會是用同樣的價錢 但是我拿到舊東西 但是你不要理我大白象 小飛象小白兔 我起碼拿舊東西先 至少I got something to show for 是 但是這個 沒有用的嘛 那樣東西 那樣東西沒有用的 那好啦 現在他們討論的關鍵 不是這個位置 關鍵就在於八明漢再上去 本身呢 其實他的圖很簡單的 就是八明漢的火車站中間 一條就左邊上 一條就右邊上 大家就在manchester那裡回合 是啊 但是右邊上East Midland那一處 本來去nottingham的嘛 已經scrap了 現在只是去到East Midland 是很少的 是 因為左邊都上去 左邊去到cru 再由cru 就可以上manchester 是啊 那這個就是整個高鐵 還有一處去Leads的 但是Leads那一處 一早已經 很早就剪掉了 是啊 那跟著本身就說 要delay兩年 就是由 百明漢去manchester 現在呢 就傳聞 他想怎樣解決呢 這個又是新衛城一掛作風 他講出來我都真的不意外 是 有幾個方案的 第一 就是再delay delay七年 為什麼七年呢 OK 教你繼續 為什麼開頭選delay兩年呢 其實我不知道 我忘記上次有沒有說過 因為大選 沒錯很明顯的 是 有什麼事留回大選之後才講 是 他那些所謂什麼 會現在有通脹啊 等兩年之後會便宜些 廢話來的 有什麼是等兩年之後會便宜些的 嗯 不會的嘛 沒見過 沒有可能 就是我等兩年之後 我年輕一些我會行山的嘛 一樣是mix 兩年後一定是老一些的嘛 所以他本身是等兩年 是啊 但是 我相信他有計算的其中一個部分 就是真的假設他贏了下界大選 是 還有五年的嘛 是啊 五年加兩年是多少 七年 我又再等下的不是吧 這樣說 Make sure Make sure 在他下次如果選到 他都不需要再討論這個XS2 就算七年後都不會再是他 因為不可以做到 是啊 沒錯 他完全是為自己想的 想到盡了 他真的 老公為什麼你的中氣這麼好的 我知道了 因為 辛偉誠實在是 令我太激動 那一說他呢 我的腦就分煞了注意力 好事來的 說得多他 我應該快點好快 我現在真的舒服了 是啊 說完舒暢了 那現在呢 就因為下個星期 weekend 就打算在Manchester 就有個保守黨的大會要開 那就是向Manchester市民拉票那類 是啊 是啊 那現在說說呢 有傳他會在下一個大會之前就說 說他會delay七年 或者scrap了他這個計劃 是 但我相信他不會這樣scrap 他不會說 他會delay七年 是啊 他delay七年是最可能發生的 因為之後他就可以洗手拍拍 有一片不關的事 不關我事 沒有說不起 沒有說不起 七年之後不關我事 那意思而已 這個是David Cameron都用過的招來的 基本上 那但是呢 現在保守黨裡面 他遇到超強的阻力 是 包括是David Cameron 是 我們很久沒有出現過 這次他出現了 他在暴頭 他在暴頭 肥波 是 還有其他的黨裡面 一些最資深的黨員 全部出來反他 是 因為明知 是啊 你明明是把蘇州市留給其他人去處理 你就做完而已 是啊 我們還要捱的嘛 是啊 還有那個遺產稅 其實是同一個道理的 嗯 就是當年 Listress都有說過他推出的嘛 那時候我推出的時候 你又借了他 是啊 現在你自己說要推出 就是你不要當我們傻子 他很明顯是想怎樣 我覺得 就是他自己下台了 那他有一大堆產的嘛 是啊 那scrap了他就不用給咯 是啊 他都做得難當 他用得難當 現在不是誣你的 你有前科的 你老婆用得難當 那你這些 scrap了他怎麼會不用盡 他一定會用得盡的 那當然啦 你說scrap遺產稅的話 他是有他的好處的 當然List Trust都有說過 就是你會吸引到其他的人 會將他們的資產 放回英國 是 但是那個問題是 你推出的時機也很重要 就是是 他是可以吸引到一些外資 吸引到一些人 將他這些錢留在那裡 但問題是你都要有個 business 的 base 給他這樣做 你純粹減遺產稅 不要遺產稅 是不會令到他們把錢放在那裡 他可以放在其他國家都一樣可以的 有什麼瑞士啊什麼那些 很多地方途徑可以做這些事情 在很有錢的有錢路來講 這件事不是最緊急的事 是啊 一向英國都有遺產稅 那為什麼之前英國的經濟好的時間 又不見他們擔心這些事情 所以我覺得跟直接 他可不可以帶到收益給我們 是沒有太大的關係 同樣這個HS-II 現在最大的問題是 scrap不scrap呢 我覺得我們是欠缺了一個 很重要的information 什麼啊 就是究竟這條HS-II 有可能 我不需要你實際的數字 有可能可以為英國 帶來多少的效益 或者收益先 是 即是你都要給一個概念 我完全沒有概念 究竟這條HS-II 起完出來 是會我們一路虧到仆街啊 還是 原來三年後就可以回本了 這個太樂觀 太樂觀 即是等於我現在病 那你都給個旗下 今晚出身汗明天會好回來 是不可能的 可能會 可能講完算了 明天就會出身汗 然後好回來 是呀是呀 因為世界有奇蹟出現 但是 也要給個旗我們 你究竟 你想像也好啊 是啊 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你都給個frame 有沒有回本的可能性 周邊的經濟 會不會為它加 喂 你 起得你一定有研究過的 是啊 這個你介不介意 攤出來給我們看看呢 是啊 如果你說不是啊 我攤出來給你看 根本各方面 只是數字上 都一定虧到 那無謂了 是吧 那隻帳就留給你自己 你不要拿出來 再繼續起了 因為都是浪費時間的 是啊 因為原來現在爆出來呢 2013年14年那時候 那個造價 這條高鐵的造價 是39個billion 是 去到19年的時候 已經升到79個billion 啊 而去到2023年 最新的 估算 這個未是firm的 是超過100個billion 啊 100個 那現在呢 Birmingham去倫敦那條呢 就用了28個billion 是 那你都後面還有70正 是 不只是三十幾 不只是上次講三十幾 是double 你如果後面不再起 即停的話呢 我們省回70個billion 是 那 這個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來的 你沒有錢開飯 怎麼繼續煮那碟送下去 你要確定 你是有夠錢去蓋完之後 我們不會 那個褲洞是穿了的 那 這個政府我覺得 它有必要要公佈給我們知道 那沒有一份報紙講的 那究竟 蓋完那個高鐵 我們是會蝕到的 還是有賺 還是會收支平衡 帶來些什麼利益 我沒有概念啊 我只是知道 Manchester會快點去到倫敦 是這麼多 那他快點去到倫敦 那又如何呢 要快多少呢 那現在你還有很多 其他我為因素 譬如你現在有Suma Work from home 還有很多其他方法 代替Travel 是的 那或者飛機票又便宜了 我不知道 那你都要告訴我 究竟經濟利益在哪裏 我都看不到經濟利益在哪裏 那我覺得 他是有必要公佈這些數字 給我們知道 好了 那我之前也有講過了 那接下來這一年呢 政府是會日日新鮮 日日金 日日都有一些新政策 推出的 那今天也不例外 在我們昨晚做完片之後呢 就已經有一條新風吹了出來 就是這個財政司 Jeremy Hunt 就放風 說呢 就希望吸引多些英國的本地人 去投資英國的公司 即凡是在這個 英國的倫敦證券交易所裡 有上市的公司 你如果去投資它的話 用那些錢去買他們的股票 你放下去 它ISA賺的利息那個免稅額呢 就會比現在提高 嗯 它暫時沒有說是提高多少的 現在的限制是20千 你20千的投資 免稅 那些錢賺回來就是免稅的 是啊 那可能呢 你之後可能30千、40千 不知道了 但是它現在暫時放風就是說 它會增加你的免稅額 不過呢 這個呢 我也都有一點點保留的 那因為它是 它的原意就是希望 英國的本地人 多些支持回英國本地的公司 就是有英國裏面做生意的公司 去支持回他們的經濟市場 令到那個股票市場更加活躍 是 那你 那些股票是這樣的 經紀論是這樣的 是這樣告訴你 這個炒那個 那個炒這個 那大家都罰的了 兩間變四間 四間變八間 分拆再上市 上市再分拆 大家就罰了 但是呢 我們香港人經歷太多這些東西了 英國人可能未必 英國人其實是 比較少炒股票 說真的你真的是炒股票的 你都集中在倫敦的 是的 其他地方的人呢 是叫真的買一點點 買一些南炒 買一些南炒 那些銀行股啊 什麼post office 什麼可以炒的 我們都買過 油局post office 剛剛上市的時候 抽新股買了 那就買了一千磅 我記得 是啊 那他就和爸爸升到千四磅 是啊 我已經急著放了他 我沒有 我繼續持有的 你現在還持有的 買了嗎 五磅百十幾買了 就是他都有賺的 當然有的 但是現在又跌回 賺多過你 你賺多了 但是最後就跌回來了 就是英國的股票 在我印象中 就不是很賺到錢的 就是不會讓你打工容易 說真的 通常買股票都是等收息 是啊 其實是應該的 你買股票你投資的公司 你是應該以它來收息 而不是去不斷炒它的股價 就是違反了你買股票的原意 是 但是我們香港人 每個都中LUMBER 講的嘛 117458 總之我聽到LUMBER 又會升的 就堆下去 基本上和買BITCOIN是沒有分別的 但是現在他好像在鼓吹這件事 大家一起炒股票 鼓吹大家中LUMBER 這個要小心 就是你做不做這件事 知不支持呢 就好像視乎你有沒有這樣的能力 去做這件事 就是有些人炒股票就會發財 有些人炒了都會發財 例如好像我這樣 所以我從來沒有跟大家講 任何的投資資道 我沒有資格講這些 我炒了都會輸的 還有我是不太喜歡炒賣那種人 就是我對這件事 本身是沒有興趣 因為我不想沒有那個Risk 但是你沒有風險越高 你回報越高 我明白的 這些是股票經濟跟你講的 不是我跟你講的 但是你見到現在保守黨這幾天推出的那些東西 譬如好像什麼遺產稅減 豁免遺產稅 或者是這個股票市場 你買ISA的話會多些免稅額的 這些全部呢 就開始有些保守黨的作風 你覺不覺 是啊 因為本身他搞的那些東西 就是要蓋多些樓 然後又說NHS沒有那麼多排隊 諸如此類的那些很工黨的 那些東西是 就是大家兩個黨的那個形象越來越近 那你作為那個選民 我分不了嘛 那現在他就是要有一個 有一個劃清界線 同一個工黨 他要給保守黨的選民知道 你投保守黨的話 我仍然是保守黨 你有些保守黨應該有給你的利益 還有一些福利包就是 保守黨才會給你的 因為他說那幾樣東西是 Labor絕對不會做的 他不會加你那個免稅額 不會減為產稅 他是罵到趴街的 他不斷在那裡罵你的 就是這些他不會 因為他永遠都是幫窮人的 但是你窮你又怎麼投資呢 你何來二十千去投資 你增加免稅額 就是你首先要有那麼多錢去投資 他多過二十千 我才有資格玩這個遊戲 才可以拿你的福利包 那就是他是想將 他的投票那個人民的意向 和工黨是拉開 你看到他肯定背後的治療 告訴你你 你如果不拉開的話 你下一屆你會輸得重感 因為你做他那些政策 你做得不夠他盡 但是你又沒有你自己保守黨 應該有的特色的政策 所以會令到 本身想投你的都不投你了 中間又來那些 如果同樣的東西 那我就選工黨了 幹嘛要選你保守黨 這個就是為什麼他推出來的東西 會開始不同 其實他不是也是在走List Trust的路 是啊 不過List Trust就是一個不對的時候做的事情 真的 他推得太準 他推得太準 如果他是收一點的 慢一點點的 沒有那麼急的 其實我覺得List Trust的那個framework 是比現在SUNA的framework 是可以的 但是他那時候如果設一個期限 譬如一年裏面做一些東西 一年裏面又做另外一些東西 你一次過 你一次過推出十樣東西出來 你國家頂不 對 頂不順 對 頂不順 你要慢慢逐一點逐一點 放出來 擠牙膏這樣擠出來 那大家才會 我們慢慢有這些 又可以拖長一個開心的期限 他就是在計算這方面 就不夠新衛城聖目 新衛城就在計算他選票 拉票那個時間 計算得很精準 嗯 所以他不斷是 你見到他每一 每一樣東西推出來 他背後都有一個目的 而List Trust那時候 你是看不到的 嗯 但他一直告訴你強調 告訴你我這樣做是對的 但是當時你沒有人會見到 現在Vision 我只是見到 哇 塌到七彩那些 退休那些bond 塌到七彩 國債 國債再不保 再不保 你再站在那裡 我們就完結了 這樣 那這個我覺得是 事也命也 今天最後一宗新聞 就跟大家進入關係了 就是我們終於要進入這個冬天了 為什麼我們可以知道呢 因為最明顯的偵視就是 我們又開始打風了 今年比較早一點 10月頭 9月尾 9月尾就已經開始打風了 嗯 就有一個叫做Storm Agnes 就正在來英國 是 不知道他有沒有個B的呢 Agnus B 很難 很難 那這個風呢 就將會在星期三 就到達英國 那 預計呢 他會打大概是三至四天的 就是一路就打到去 今個Weekend 希望Weekend 會好一點 你打三四五還可以的 五六天就不要打 但是因為一向那些風是反轉的 只是打Weekend 只打Weekend 所以這次算是對得大家住的 那現在的風呢 那個風速呢 是將會達到80km per hour的 哦 他超速的 超速的 你找個相機拍梯他 不知道他有沒有玩手機 哈哈 那這個風呢 那個牽涉的範圍是很廣泛的 基本上呢 除了是八明漢以東 和南的地方之外呢 其餘黃色 你看到那一堆是 他歧視我們哦 無一幸免的 是啊 你見到 就算Bristol那些 都無一幸免 Cardiff那些 倫敦沒事的 為甚麼 斯克蘭、Belfast 你看他是圍著我們走 那當然啦 其實愛爾蘭那邊都有的 不過因為那邊不關我們事 所以他才會劃走而已 要不然你看那個風 啊 多精準 哈哈 在這條線裡面 拿一架子量度過 不是的 大家不要誤會 只是因為他不算愛爾蘭那部分而已 那所以呢 基本上是除了倫敦那部分之外 譬如Milton Keynes那些地方 Northampton那些沒事啦 其餘我們一蓋所有人呢 都會中招的 那大家要準備好了 因為第一個風呢 往往呢 大家都是最忽略的 因為你不知道的話呢 你放在花園裡面的盆栽啊 那些可能放一盆栽啊 那些可能放一盆栽啊 天秋啊 Campoline啊 是啊 大家記得綁緊它啊 收起來啊 那些東西呢 要不然一下打到你的窗那裡呢 那你的損失就很大了 其實我們是進入秋天不是冬天啦 但是我不是這麼認為的 我認為英國是只有兩個季節的 其餘 因為只有冬季和夏季 不是夏天就是冬天 是啊 其餘中間那些呢 就是很像夏季的冬季 和很像冬季的夏季 因為那些日子 通常都是那些四季天來的嘛 是 就是一天裡面 你會經歷四個季節 所以看到的東西 是 太陽啊 下冰雲啊 下雨啊 暴風啊 跟著大霧啊 全部都在同一天裡面出現的 可以的 所以 旁邊那兩個呢 我不多理會 我只是理會很熱 和很冷的那些日子 其餘那些都是in between 你出汗啊 是啊 剛才說的 順勒講得太激動的嘛 很厲害啊 原來是退燒藥來的 哦 看多一些它的新聞 然後就可以退燒的了 因為那些火呢 那些火被迫了出來 Anyway 那我現在要去出火了 那所以呢 就今集節目到這裡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喜歡看影片 記得like share subscribe 按一下鐘仔 那就知道我們下次幾時出片了 下集再和大家見啦 拜拜